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古代的很多朝代都出现了太监干政乱政的事 以至于朝政腐败 结果走向了王国 尤其是明朝那么庞大的一个国家 最终却败在了太监的手里 真是可悲可叹 让世人惋惜不疑 然而在清朝却有一位这样的太监 他虽然很得势 也深受主子的信任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嚣张跋扈 反而是低调做人 为人和善 认真做事 用心侍奉自己的主子 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之事 他就是清朝的大太监李连英 李连英是慈禧太后身边最宠信的太监 也是唯一一个拥有二品顶带花领的太监 李连英经历了清朝的四位皇帝 而且也得到了四位皇帝的信任 由此就可以看出李连英在 为人处事上是多么的圆滑 不然他也不会得到四位皇帝的信任 更不会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 作为一个太监 李连英的身份极为卑贱 不同的是 由于慈禧太后的赏识和蠢爱 他享受到了皇宫太监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地位 金钱财富也滚滚而来 然而 关于李连英的死境 却是众说纷纭 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似是而非的传说 真相似乎永远都无法水落石出 说到李连英的目的 还要追溯到1966年初夏 展开全文五六个考古人员 在北京海电区的一处角落 正拼命地挖掘一个看似很松口的土堆 却没想到 这一挖就是一个多礼拜 这个看似很容易就被挖掘的土堆 实际上却非常的坚硬 显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直到土堆被挖掘成功之后 众人才恍然大悟 这其实是一个巨型坟墓 回想起这次的挖掘过程 曹谷人员依然难以忘怀 不管怎么使劲 也不管用什么材质的工具 就算是用尽全身的力气 整个坟种就是窥然不动 一副嘲笑众人的模样 屹立在大家面前 一个礼拜之后 大家在渔公一山的精神下 终于把坟墓凿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本以为胜利就在眼前 可接下来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层花钢岩 在万般无奈之下 大家只好继续悄悄打打的挖掘 可是花钢岩哪是那么容易就被凿开的呢 挖掘几天之后 三把大锤都光荣的牺牲了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位老人走上前 为大家指点了迷津 顺着老人的指引 考古人员转换了生硬的凿破方式 而是绕过墓岛 寻找到了一个新入口 结果就直接找到了坟种的墓前室 在考古人员的分析下 运用各种方法 打开了里连阴墓的墓门 大家走进墓室 被眼前的景象给迷住了 紫红色的棺材上雕彻着金花 雍容华柜之中 透露着细腻与雅致 再往前走 一张汉白玉棺床上 安置着棺材 在棺床的上面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没有打穿的圆孔 从中摸出了一个挂着玉坠的荷包 和一些散落的铜钱 大家都明白 这是一种规格极高的下葬方式 紧接着 考古人员在李连英墓室的墙壁上 看到有许多浅浅的黄色印记 经过大家分析 这些印记应该是地下水溢上来之后 回落的痕迹 而棺材也随着地下水的涨落 改变了位置 由于上下飘移与撞击 棺材的顶部和侧部都发生了 不同程度的变形与开裂 之后 考古人员用撬杠精确地撬开了棺材 只见里边平躺着的 是一个完整的人形 四肢的形状都有着完整的轮廓 整个人被一床被子轻轻地压着 但当大家在整理棺材的时候 本想整体搬动尸骨 却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完整的人形 其实只残留着一个孤零零的头盖骨 考古人员本想先把被子掀起来 结果双手抓下去 却感觉是一团黑色的泥 再定睛一看 原来这 床被子已经烂成了粉末状 众人都相识一惊 随后 大家还是决定直接搬动尸骨 接下来的过程 更让在场的诸位惊心动魄 大家先是摸到了一件长袍 长袍里趁与外部均没有腐烂的情况 甚至能够轻易地抖开而没有损坏 但衣服里却没有人骨头 当看到尸体腰身部位的时候 大家竟找到了一串佛珠 除此之外 考古人员共发现了五十多件金银珠宝 雍容华贵之事一于言表 当大家逐渐接触到棺材的头部的时候 众人才恍然大悟 这是一座只有头骨的坟墓 这时 在大家的脑海中 出现了两个疑问 第一 如果尸骨腐烂的话 怎么可能只剩下一块完好无损的头颅呢 第二 如果是盗墓的话 为什么不把随藏的金银财宝 都顺势偷走呢 经过头骨人员实地调研 他们发现李连英的墓室从来没有人来过 这就说明 只有头骨而没有尸身的李连英 不可能是病死的 唯一的原因 就是李连英死于他上 据史料与民间的传闻 以及李连英或人言语中的破绽 在冥冥之中 已经暗示了李连英的死 有着更深层次的谜团 特别是当考古人员 发现了棺木中身首异处的事实 更为李连英死于非命 提供了种种证据 采民间 关于李连英之死有多种说法 有传说 他死于革命党之首 因为李连英正好死在辛亥革命时期 此外 有传言说 李连英被宫中的仇敌所害 也有人说 他被杀死在去山东讨盖的路上 李连英的过继孙女李乐正说 祖父死于利己 得病三四天就突然死亡 至今 都无人知晓李连英的死因 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 谜团中被揭开 又或许 谜团将继续尘封在历史的尘埃中 参考资料 清史稿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李连英死因之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